字幕提供 太辛勞了,我覺得他這樣搞,又要證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又證明不了那裡糟了,尤其是,不好意思啊,我是屬於新聞自由的一部分的,不過呢,我在外國,所以外國是有新聞自由的,可不可以這樣量化了他啊,形象化了他,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叫做概念性的問題,是實質性我的肉體肉身已經在外國,沒有的吧, 他說這個國安大法是有這個跨境執法權那些的嘛,跨地域執法權的嘛,那我就說到他可以執法那一天為止,是不是這麼說啊,他不執法啊,那就執掉的啦,他的政策呢,就提效,提速,提量,那可能他令到我們這些沒什麼人關注啦,那限速,限流,限量,是不是啊,喂,好似喔,他的作風,似乎就真的這樣啦, 盡量去開足香港那個Turbo,就減慢人家的Turbo,又未至於去叫做一個封了個網的階段,但是呢,啊,我們用個Mild一點的,Gentle一點的字眼,啊,那就是,這個叫做限網,啊,我們就不要說個封字,不是封神網,限神網,啊,不是開封府,啊,開限府,啊,但是限極有個譜啊,始終那些聲音是存在的嘛, 好啦,留言先試是精警之處啊,我們經常都說新聞自由才是最重要的第四拳,因為其實新聞自由你明知啦,別人寫寫寫寫的嘛,那寫東西是最和平的方式啦,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快點可以說是, 駱駝上的最後一斤稻草,the last straw,原因就是因為,哇,說一下東西而已,別人擺明是說一下東西而已,說一下都不行,啊,這些就是言論事由啊,是事由啊,不要搞錯,他只有言論事由的而已,哼,不過,啊,記者都要問一下他嘛,就不知道是不是他安排的啊, 啊,那如果是安排不周啦,記者就提問,怎樣啊,啊,令到別人相信新聞自由啊,是受到這個保障的啊,那阿比卡超就說了,新聞自由是存在的,存在,沒有人說不存在啊,存在的水平方面的level上呢,你是非常自由啊,還是怎樣呢,如果根據國際的標準,啊,你的言論事由和新聞事由呢,啊,就不停地這樣,下錯緊我那個牌位,喂,至少啊, 啊,你都應該給錢那些雜誌,令到他提升你那個新聞自由的地位啊,是不是,至少排名,有的,有的,有些雞毛蒜皮的雜誌有,將他列作第一位的,可能那個是叫,學習思想黨周記這樣咯,那將他的言論事由排名第一,那他又對的咯,他的確是言論事由排名第一的,不過呢,就只適用於幹部,啊,幹部級別,他們是很自由的, 說話,你看,啊,比卡超,他充分示範給你看啊,他非常之有新聞自由,也非常之有言論事由的,那他是這樣說的,這樣回答的,新聞事由,我懂,這飯我懂,新聞事由呢,是存在的,就好像身份證那樣,已經在我的手袋裡面的了,現在不是提倡這個,啊,智能身份證呢,即是,第四可能綁入去安心出行裡面的了嘛,那就不需要身份證了,嘩,我都害怕啊,即是,大英帝國呢,你到處走的時候, 就好像不用身份證的,嘩,你帶PASS是去買酒的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啊,那,他說,就好像身份證那樣,在我的手袋裡面的了,待著先,香港已經有新聞自由的了,有啊,留言才是政警署,今天是跟大家看留言的,啊,包括,他真的不要再回答了,啊,迫著支持他的那些情何以堪,嘩,這個好成語啊,情何以堪,那有些就回答他了,哎,那班都是照收錢的的,不需要要那些非市的,啊, 啊,求財的而已,不是求稀,然後,另一位,啊,這個是我的主張來的哦,他講得非常好,就是被人知道我這樣都可以做,咦,那我想起一個故事哦,大家知不知道啊,是以前呢,千里求馬的故事啊,什麼是千里求馬的故事啊,以前,齊國國軍呢,就想去,啊,有一匹千里馬啦,那但是,百樂常有?不是啊,千里馬常有,百樂不常有,結果呢,齊國 很缺千里馬,那有一個人就拍心口保證哦,啊,他叫家超,那他就說啦,啊,大王,我來啊,我一定行,那齊王聽到的時候呢,啊,給了黃金,千兩他啦,因為他說一千兩搞定,其實已經很便宜的啦,一隻千里馬起碼都要黃金,二千兩,他包了水腳哦,就是投叔客棧那些他都包了哦,那一千兩底啊,所以齊王才開這個價給他,那好啦,他走過去, 啊,那就,去買這個千里馬,那結果就遇到一個,他聲稱啊,啊,好心的商人,好像叫陳耀輝啊,那接著呢,啊,陳先生,貴姓啊,啊,姓陳,那陳先生呢,就跟他說,啊,行啊,沒問題,一定行,老闆,你要千里馬嘛,啊,我有哦,是不是啊,是,你給得起錢就有千里馬的啦,先付款哦,那於是乎啊,啊,家超聽到之後呢,哎,行,那給了黃金, 黃金,千兩,他做定監,那於是乎啦,啊,陳耀輝呢,啊,就帶他去千里馬那裡,啊,去個馬房那裡拿馬啦,那接著啊,家超就跟啊,耀輝一起去拿馬啦,啊,耀輝是誰啊,古時那些補習佬啊,不過他是補馬術的啊,那啊,帶了啊,家超去,那然後,在這裡的啦,我先走,那就撂了啦 那啊,家超見到馬房那麼大,一定沒事啊,那就走進去了,那見到,此地無銀三百兩,那不關我事啊,我給了一千兩的了哦,那再望一望右邊,此地有馬,行千里,那他就望下了哦,望下坑裡面,哎,真是有千里馬,行骨啊,啊,可以用來煲湯,是不是啊,那家超被人捲走了哦,捲款哦, 哦,潛逃哦,成千兩哦,齊王哦,齊國那時候那些法律很嚴重啊,最出名的是什麼啊,就是那些木頭公劑啊,那些手啊,腳啊,用木頭雕那些呢,大賣漲的,為什麼啊,就是因為刑法,那你說他敢不敢回去啦,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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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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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王就好像大内密探零零法那样 阿七你做什么呢 大王 扯息路 这就是千里马了 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张达明的反应 是呆了大概十秒 然后你跟我上来 那家超又聪明了 当然不上来先了 他又跟齊王说不是啊 一定有千里马啊金梅 而且很多趴 齊王已经不等他上来了 而是走下去了 但是家超继续说 因为他不说就没有机会的了 他就说了 那你想一下 我用一千两黄金买的 不是一匹正常的千里马啊 只是买了一些骨头回来而已啊 那全世界的人听到 至少要全世界都知道啊 全世界人都听到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出现的时候啊 就当然是 个个都走过来齊国给马里啦大王 到时你就可以以一个平价的收购方案 去将整群的千里马拿来 到时你是全天下最有料的齊王啊 什么爪王飞电啊 赤兔马什么都有啊 齊王一听 哎呀 结果呢就跟了他的方案啊 啊 家超不得了 游说得到 没问题一定可以 老闆可以 这个不是叫家超啊 这个叫谷德超啊 没问题一定可以 糖牛来的啊 就不知是不是这样啊 我这样的中文水平都做到啊 是不是很鼓舞人心啊 可惜啊 就是我想大家要想一下 怎样去登记入党先是不是啊 电子堡这样 不怪得要宣誓啊 那有人就无以加超的答案啊 他就说了 你有什么措施去保证乘客 搭公共交通的安全啊 公共交通已经存在了 啊不是 搞错了 他是说 乘客上车的时候生勾勾的 好安全 哦 所以不用维护 意思是这样 那也有 其他人就问了 啊 身份证就等于新闻自由 Hong Kong ID 卡等于 Press Freedom 何其壮观啊 我看了些什么啊 有人说这个是神级的比喻 啊 有些也乐观点 恭喜香港人 有一位这么幽默的首长 每天都为大家提供这么多的 没错 嗯 我想在技安唱歌啊 有人说他漏了个字 香港已经有 过 啊 新闻自由 漏了个过字 那我说要给一个credit 啊 家超的 他不是局长了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credit呢 喂 人家至少有一样东西 是大家要欣赏的 是什么呀 就是胆识 你想想 带着这些东西 都敢开记者会 你不赞他的胆识 可以赞什么呢 啊 你就不要在这里说他Lady Gaga啦 是不是 啊 又或者是 在这里说他交齐功课各样啦 不过有人说过一句哦 如果你求职 啊 写CV的时候 千万不要写自己呢 那个履历是交齐功课 为什么 你写一次看看有什么feedback 就知道咯 不用有人说你听为什么 哈哈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